我们把仪器摆放好后 接通电源 然后 把试管装上50毫米以上的试样 观察颜色 如果试样不清晰 可把试样加热到高于昨天60度以上 以至混浊消失 然后在该温度下测起颜色 如果的样品颜色比8号标准颜色更深 则将15份样品加入85份体积的吸食剂后 测定其混合的颜色 实验步骤 我们先把蒸馏水注入试管 50毫米以上的高度 然后将这个试管容器放在比色仪的格式内 我们这台机器啊 就是放在这个口 右侧这个口内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右侧这个格子 就是比色盘的格子 我们扭一下的话 它会改变颜色的 大家看我现在扭了一下 0号7.5 我们看一下7.5的颜色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变成比较深的颜色了 就变成红的 类似红的这种颜色 然后我们把这个比较式样也放到仪器里面 放到左侧 左侧放比较式样 然后我们转动这个旋钮 然后确定和颜色相同的玻璃笔色的号 它就是 找它相近的颜色 就是这个色度的颜色 那我们做实验之前 都把这个盖子盖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几次 调扭之后啊 我们看左右两颗板的颜色 基本上都是这种大黄色了 然后我们记一下这个4号 2.0 那这个油就是2.0的颜色 是3.0的颜色